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成都的武侯慈 在探访武侯慈的视频中 咱们已经聊了 武侯慈的主角不是诸葛亮 而是汉昭烈皇帝刘备 刘备的灵目就在武侯慈内 据三国志中的记载 公元223年4月 刘备在白帝城驾崩 五月关果运回成都 到了八月葬入惠灵 既然有明确记载 为什么这座惠灵 还有真假争议呢 因为很多人 从刘备的驾崩时间里 看出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刘备的驾崩时间是在四月 到了五月 刘备的关果就运回了成都 以当时的交通工具 很难完成这项任务 而且四月的南方 开始变得炎热起来 从现在的重庆走到成都 那个时候没有国道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 天气炎热加上路上的时间较长 刘备的遗体肯定会腐烂 运到成都早成了一堆白骨 所以很多人认为 刘备应该就近下葬了 就埋葬在白帝城 还有彭山的莲花坝的说法 关于这座惠灵埋葬的不是刘备 在一卑文中也提到过 作者是来自宋朝时期 他写道 惠灵者石招烈弓箭所葬之地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座惠灵埋葬的不是刘备 而是招烈皇帝的弓箭 在明朝时期的诸葛武侯祠堂碑记庄 也说到 这座惠灵是埋葬刘备攻陷的地方 再后来刘备墓直接被说成了一关咒 我觉得这些说法都不太靠谱 在223年 刘备在白帝城驾崩 他临终前把自己的孩子 托付给了诸葛亮 这是对诸葛亮的极大信任 在当时对于蜀汉王城 对于诸葛亮来说 安葬刘备是最重要的任务 从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 从诸葛亮稳重的性格 再加上刘备对他的信任等等方面看 大家觉得诸葛亮会把刘备葬在都城外吗 刘备驾崩的地方白帝城 这是当年蜀汉和东吴对峙的最前沿 刘备坐镇白帝城 就是为了防范东吴方面的趁虚热肉 同时也起到激励残暴的作用 就在这种局势下 刘备埋葬在白帝城 葬在两军对峙的前线 应该不可能 我觉得刘备的官官肯定会被运回成都 皇帝驾崩运回都城下葬 这是诸葛亮必须要做到的事情 聊到这儿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你当时的技术 如果把刘备运到成都 它的遗体早变成了一堆白骨 但是大家都忘了 在我国古代 防腐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刘备遗体防腐问题应该不大 比如咱们之前探访的长沙满王堆 心锥夫人时隔2000多年 没有腐烂 而且皮肤还有弹性 咱们现在去湖南博物馆 还能看到心锥夫人 当年打开心锥的内关后 发现关内有大量的液体 后来经过检测 发现这些液体含有大量的防腐因子 这位来自西汉时期的心锥夫人 比刘备早去世了三百九十多年 所以关于刘备遗体的防腐 在当时完全有能力解决 刘备目如果真的在白地城附近 当年修三峡大坝的时候 考古工作人员就在凤杰进行了一次 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结果是 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刘备的遗物和遗址 还有些朋友会说 如果成都的惠灵埋葬的真是刘备 那为什么惠灵规模这么小 不像其他地灵那样气势辉煌 这是和当时蜀汉的国力有关 还有一个原因 惠灵营建的比较仓促 所以刘备的惠灵整体规模 相比西汉东汉地灵要小很多 成都惠灵就是刘备的真目 最直接的证据 就是三国志中的记载 三国志诗正史 主要记述的是 魏 蜀 吴 三国的历史 它位列二十四史中 评价最高的前四史 三国志的作者叫做陈寿 他是历经蜀汉和西晋两个朝代的当事人 蜀汉开国皇帝的陵墓 他应该不可能记错 而且武后祠的工作人员 有一次在刘备墓的风土周围 植树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很多蜀汉时期的砖 从侧面也证明了三国志记载的可靠性 还有刘备的儿子 蜀汉的第二位皇帝刘善 他在位四十多年来 每年都会来惠灵祭拜 就算他是扶不起的阿斗 也不至于把自己父亲的墓地给弄错了 聊了这么多 我认为成都惠灵埋葬的就是刘备被人 但因为惠灵地宫从来没有被打开过 所以还不能下定论